好那么全台都在防疫 不过却有民众在防疫的期间 在散播假消息 那么证明散播假消息的民众呢 也遭到花莲县警察局 那么是以涉嫌违反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以及纾困振兴特别的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来检办 新冠肺炎疫情日渐紧绷 全民动起来齐心防疫 不过万万没想到 却有民众在防疫期间 还是在散播假讯息 造成恐慌 不料有民众透过通讯软体 散播政府无愿购买3000万剂疫苗 这不实讯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5月20日发布新闻澄清 并未购买3000万剂疫苗 本局获报后 立即指派刑警大队展开调查 并迅速查获正姓妇人 在防疫期间 散播不实讯息行为属实 全案以涉嫌违反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疏困振兴特别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警方呼吁民众在转传讯息之前 要先做查证 如果散播有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将会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 绝对不可以轻忽而触法 而如果发现不实讯息时 也向警察单位及防疫单位 或者是拨打1922防疫专线来举报 借徐丽琴华联士报导